10月26日至27日,由国际龙舟联合会主办的2024第四届国际龙舟联合会世界杯在湖南密罗举行,来自亚洲、欧洲、美洲、大洋洲的11支世界顶尖龙舟队伍参赛。 竞赛项目为12人小型龙舟400米接力赛、1000米追逐赛,22人标准龙舟100米、200米、500米混合直到竞速赛。 记者在密罗江国际龙舟进度中心看到,江面龙舟极尺,水花飞溅,岸上人头攒动,欢呼不断,现场观赛氛围浓郁,民众热情高涨。 国际龙舟联合会主席克劳迪奥·蛇米表示,龙舟进度是一项深深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运动,希望今后能呈现在更大的赛事舞台上,展现该项运动的魅力。 赛龙舟不仅仅是一项体育运动,它更是一座以文化、友谊、和平、团结、连接世界的桥梁。 今天,共有11支来自全球各大洲的顶级队伍同台竞技。 他们不但将展现高超的竞技水平,还将体现同州共济,奋勇争先的龙舟精神。 我们也希望龙舟运动能够早日加入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,在全世界面前展现它的竞技力量、团队精神与和谐之美。 据了解,密罗是龙舟文化发源地,素有端午源头龙舟故里之美誉。 自2005年起,密罗连续成功举办了19届中国密罗江国际龙舟节,并在2008年被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国龙舟协会授予中国龙舟名称称号。 密罗一步步将龙舟滑向世界,如今也让世界龙舟回归故里。 我们了解到密罗是龙舟的发源地,所以我们真的很高兴能来到密罗参加比赛。 我想是这里有华龙舟的传统,所以我们训练得很努力,也准备得很好。 几天前,我们去了屈子祠,这是一次很好的学习经历,能够了解到关于屈原的历史。 我也感到很敬佩,我们对密罗了解了很多,而且感受非常好。 中国一队教练冯国靖接受采访时表示, 除了深厚的龙舟文化底蕴,密罗完善的场地和设施建设, 也为队伍训练和比赛提供了有力支撑。 他说,这次比赛各队水平都非常高。 为此,他带领队员们提前10天来到密罗训练, 希望能发挥出队伍最佳水平,争取在本土赛场上为国争光。 来自于世界各国这么多的龙舟好手, 到我们中国密罗参加比赛, 也看到赛场的所有的观众, 对于还有这么多外国人参与龙舟, 这项运动都很好奇。 其实我们龙舟,中国龙舟文化的龙舟已经走向世界, 全世界都基本上有龙舟这个项目的, 所以我们这些年来参加这个亚锦赛,市锦赛, 都会碰到我们各国家这个龙舟好手, 尤其是我们印尼,加拿大,这些队伍也是我们的老对手老朋友了。 经过两天的激烈角逐, 中国队包揽400米接力赛,1000米追逐赛, 100米竞速赛和500米竞速赛金银牌, 并在200米竞速赛中取得亚军。 至此,中国队以四金五银的好成绩结束本届龙舟世界杯之旅。